第六課 想像與金錢 你目前的整個人生 都是自己曾經想像過的樣子 你擁有的一切 你做的一切 你遇到的一切 都是你之前的想像 不幸的是 很多人將大量的時間 放在想像和思考自己不想要的東西上 他們用自己擁有的最好的工具 創造出自己不想要的一切 大部分人想像的一切 都可能會變得糟糕 而不是最好的情況 如此一來 他們想像到和感受到的各種糟糕的情況 就會真的發生在他們身上 對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盡力想像最好的一切 因為無論你想的是什麼 對吸引力法則來說 都是小彩一碟 可視化的力量 想像力之所以如此強大 是因為當你在腦海中描繪自己想要的東西的時候 你也會產生這一刻已經擁有他們的想法和感受 我們將這個過程清作可視化 可視化就是以圖像形式出現的高強度思想 它也讓人產生同樣強烈的感受 眉眉眼想像自己擁有了金錢 做著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就會創造新的現實 那是因為你的潛意識和吸引力法則分不清 什麼是可視化 什麼是現實 所以將金錢或者任何你想要的東西可視化 感覺就好像是自己已經擁有了一樣 它們就會深深紮緊在你的潛意識中 成為新的信念 吸引力法則接收到你腦海中的想法和圖像 感受到你的信念 會將這一切都變成現實 製作秘密紀錄片的時候 我每天都會在腦海中對最後的成果多次進行可視化 儘管財務困難 公司一直在虧錢 但是我在腦海中清晰地見到 而且感覺到 我做得到 毫無疑問 可視化是我做過的 讓這一部影片取得最巨大成功的 最有用的事情 調動你的全部感官進行可視化 在可視化的過程中 要盡量調動所有的感官幫助你進行想像 如果你想去意大利旅行 想像你聞到意大利粉的香味 嘗到橄欖油的味道 聽到別人對你說意大利語 觸碰到古羅馬經濟場裡的石頭 讓自己感覺到你就是意大利 同樣 如果你想要一間新屋 你可以像這家人這樣做的 雖然他們夢想中的屋的價格 遠遠超出了預算 而他們現在的屋位於一個很差的街區 很難賣掉 但他們並不灰心 他們在腦海中想像新屋的家具應該怎麼擺 每間屋應該怎樣裝飾 他們想像自己在新的廚房裡煮飯 而且聞到餐桌飄離的飯菜香味 他們想像自己坐在新屋的露台上 和鄰居們揮手 他們調動他們的所有感官 讓自己感覺到住了入新屋 就好像是他們已經搬進去一樣 不夠幾個星期 這一切真的實現了 他們現在的屋 掛牌兩天就賣出了 他們想買的屋 因為屋主要盡快成交 而大幅度降價 對於你想要的一切 你可以想像自己這一刻已經擁有了 做到了 想像你和家人分享你的好消息 想像他們快樂的樣子 想像實現夢想之後可能出現的每個畫面 可能發生的每種情況 感覺你現在經歷了這一切 每日花幾分鐘時間想像和感受你想要的一切 直到你感覺自己已經得償所願 現在就感覺到自己已經實現了夢想中的一切 一切你想要的都屬於你 就好像你的名字屬於你一樣 某些事情可能只需要一兩日的時間就可以實現 另一些事情需要的時間就可能會更長 你就繼續過空每一日 盡可能這樣讓自我感覺良好 感覺越好 你就可以越快實現自己的願望 願景版 如果你想快速實現自己的願望 我強烈推薦一種方法 在你的周圍擺滿你想要的東西的照片 願景版就可以幫助你做到這一點 打造你自己的願景版 你可以重情想像 將車、屋、度假、昂貴的衣服等等 自己想要的一切照片都貼在願景版上 如果你擅長處理照片 你還可以將自己也都P入圖片裡 環遊世界、駕駛跑車 和名人一起出席大活動 你也可以製作一張余額100萬美元的銀行傳折 或者新屋的契約書 我還知道有人製作了一張自己在最想去的公司裡的工作證 上面有他自己的照片 他將這張工作證貼在自己的願景版上 這樣做很有用的 他得到了那份工作了 願景版之所以有用 是因為他會不斷地給你提醒 每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你就會將你想要的東西的畫面 印到自己的腦海中 將注意力放在願景版上 全身關注 它可以刺激你的感官 讓你產生積極的感受 所以一定要將願景版放在你每天都可以看到的地方 感覺到你現在已經擁有了這一切 接收到之後 對自己接收到的東西心懷感恩 然後你可以將舊的照片移走 貼上新的照片 假裝 另一個快速吸引金錢的好辦法 就是用想像力堅定你的信念 要想吸引來更多的金錢 你要相信自己已經獲得了想要的金錢 當然對很多人來說 這是很難做到 特別是在他們深陷債務危機 不知道應該怎樣還清帳單的情況下 為了讓你相信你已經擁有了自己想要的金錢 你可以用想像的力量進行假裝 就好像是個孩子一樣 假裝你已經擁有了 這樣你就會漸漸相信 你現在已經接收到自己想要的金錢 然後你就真的可以接收到 這個辦法之所以可以起作用 是因為吸引你法則分別出哪些是假裝 哪些是真實存在 它只會對你的思想和感受做出反應 假裝自己已經擁有了金錢 你對金錢的感覺也會馬上變得好起來 感覺好了 金錢也會真的進入你的生命中 你可以下載獲得金錢的秘密APP 在上面玩遊戲 想像自己已經擁有金錢 秘密團隊基於我在缺錢的時候想到的 扭轉自己金錢信念的方法 開發了這個應用程式 比如說在一個遊戲中 你每天都會收到一張大額支票 你必須盡量把這些錢花掉 才可以讓更多的錢遠遠不斷地來到 如果你玩了這個應用程式裡的小遊戲 我相信你會改變對金錢的想法 改變你的財務狀況 如果你對手機應用不感興趣 那你可以打開秘密的網站 免費從宇宙銀行中下載一張空白的支票 秘密團隊設計了這張空白支票 幫助你相信你現在已經獲得金錢 宇宙銀行資金無限,隨你取用 你可以在支票上寫上自己的名字和任何一個金額 將這張支票放在顯眼的位置上 讓自己每天都看到它 然後你就會相信自己這一刻已經擁有了這一筆錢 感覺到這一刻自己已經擁有了這一筆錢 想像自己會怎樣使用這一筆錢 想像你會買的各樣東西 以及你做的各種事情 這種感覺是不是很棒呢? 你要知道,它已經是你的了 因為只要你提出要求,它就會實現 我們收到很多人的反貴 他們都用秘密的支票為自己吸引來巨額的金錢 我們看到,貧窮的家庭用秘密的支票 還清了幾萬美元的信用卡欠款 失業的人找到了收入封口的工作 工資的數額和寫在秘密支票上的一模一樣 很多人用通過秘密支票吸引來錢 去到海外度假,買車,買樓 創業者用秘密的支票吸引來價值百萬美元的商業機會 這個遊戲很好玩,而且真的很有用 你還可以發揮想像,設計自己的遊戲 假裝你已經擁有了自己想要的一切 比如說,開著舊車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你已經開上了自己想要的新車了 一位男士將保時捷的車錶貼在自己離窗四門轎車的軚盤上 每天早上開車的時候 他都會想像自己正在轉動的是夢想中的保時捷跑車的軚盤 很快,他最愛的保時捷車型可以在當地買到了 而且還是他最愛的顏色,理數也很低 他去試駕,就愛上了這輛車了 他出了一個假,但銷售人員不肯還價 於是,他決定再考慮幾天 就在這幾天裡,這輛車賣了出去 於是,他繼續開著自己貼有保時捷車錶的離窗車 想像這輛就是自己夢想中的車 他想像這輛車的顏色就是自己最愛的顏色 理程數很低,而且價格亦是他可以負擔得起 令他感到驚喜的是 很快,這輛車就出現在另一個車行 而且,就是他試駕的那一輛 原來,另一個買家買了之後就後悔了 於是,低價賣出了 就是這樣,這位男士以自己可以承受的價格 買到自己夢想中的車 你一切都要歸功於他把自己的離窗 當成是保時捷離開 假裝自己擁有了想要的東西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自己的感受 孩子們在玩主飯仔遊戲的時候的想像力非常強 他們會自覺產生相應的感受 對小孩子來說,玩主飯仔遊戲是他們的天性 對你來說也是一種啟發 記住,吸引你法則分不清什麼是真實,什麼是想像的 無論你選擇用怎樣的方法假裝 無論是通過遊戲,還是手機應用程式 又或者是其他方法 關鍵是在於你要想像自己的想像 想像你理想的生活 想像你想要的一切 每日都要進行想像 想像你事業起飛之後會發生些什麼 想像如果你有了一大筆錢 你會做哪些自己想做的事 想像如果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一切 會是怎樣的感受 如果你想旅行 那就想像 而且感受到自己正在旅行 而不是每日都覺得自己沒有去旅行的錢 一直以來 你可能都是這樣做 你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想像力 想像能夠賦予你巨大的力量 讓你自己相信 你正在接收自己想要的一切 拜拜